为了感念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 先议员王秋淑、叶仁创以及陈一军 募集日夜谭福伦社、台湾三种指行善团 以及普里牛棉民宿等单位 今日到普里荣民医院捐赠现金以及一些物品 为劳一线的医护人员辛劳 台中荣种普里分院副院长蔡哲宏 感谢议员以及社会各界的三心 并表示普里分院医护人员也会继续的努力在第一线 为民众的健康来把关 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很大大的打气 我想我们台中荣种普里分院站在防疫的第一线 我们一定会非常努力非常用心的 把这个医院的防线给守住 不会让这个普里地区有任何 有生命上或财产上面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个问题 县议员王秋淑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一线医护人员都相当的辛苦 希望透过今天捐赠的小小心翼 可以感谢他们辛劳的付出 感谢我们第一线防护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辛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拿了我们的 马祖的小蛋糕 还有我们的合国森林的冷泡茶 来慰绕他们 让他们感谢我们这些的医护人员的辛劳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虽然物资不是非常的贵重 但也代表着对医护人员的小小心翼 也再次的货运民众没事少出门 减轻一线防护人员的负担 那我想这些物资呢 虽然它不是这么贵重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代表一种 我们支持医护的一种心意 那随着这个疫情一直不断的扩散呢 其实呢 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的工作量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一方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 尽量待在家少出门 这样子才能够减少 第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负担 先缘野人创 感谢社会三星企业 能够感念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 捐赠物资给医护人员 并强调 做好防疫作为 就是把自己保护好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防疫 早日度过疫情的危害 把自己保护好 就能把社会保护好 就能把我们普理保护好 就能把国家保护好 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也要借这个机会来感谢 不管是普理基督教医院 台中荣民总医院 我们普理分院 在第一线作战的医护卫的朋友们 为我们挡下我们疫情的一些种种的作为 非常辛苦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副医长排一圈 感谢医院同仁 以及社会爱心企业 关怀一线医护人员的三星亿据 呼吁民众 务必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早日让疫情降温 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陈伟一 普理正采访报道